世界各地都有发现小型快速UFO在树梢高度溜达 他们被称为快速行走者Fast Walker Fast Walker是北美空防私信部和补装部队分支用来描述高速移动或改变方向的远程空中现象的术语 远远超出当前人类航空航天技术的能力范围 2019年1月9日 DJI在犹他州上空拍摄一个明显的Fast Walker 距离著名的51区只有几个小时 仔细看视频UFO有一个折弯 其外观呈现半月形 它非常的模糊 依稀是这样的模样 它具有两个翅膀 一个前进气口 似乎相同的东西 再次于2019年7月14日 在阿根廷布伊诺斯艾利斯省被无人机捕获 它距离马德普达塔是34公里 它使用GoPro高清摄像机拍摄的 分辨率为4K每秒30帧 它们似乎相同 拥有椭圆进气口 一对前穷义 它们拥有人类目前技术难以拥有的飞行能力 这些Fast Walker不仅仅在地表 而且在太空经常被发现 在2016年发布的危机解密UFO新闻中 电子邮件暗示了美国政府对所谓快速行者 不明飞行物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所谓的Fast Walker UFO被经常发现在 国际空间站现场直播中 在电子邮件中 美国政府国防卫星计划DSP成员 讨论Fast Walker不明飞行物近期募集事件 这些Fast Walkers来自遥远空间的未知未知 其中一次该组的成员真的很兴奋 说他刚刚侦查到Fast Walkers 他描述了他是如何从升空进入我们的大气层的 当然原点是未知的 但是来自卫星的背面 并且在通往地球的途中被DSP卫星捕获 DSP是美国导弹预警卫星 普通的UFO照片和外天怪圈之类的 永远不会赢得普通大众的认可 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伪科学 加强准确可靠的仪器收集 并科学数据当然非常重要 不过这些揭秘显示 美国政府显然知道他们 并且严肃地讨论 可能在人类已拍摄的UFO照片中 存在更多更清晰的照片 他们可能多次重复出现在世界各地 上面的UFO2004年11月14日 拍摄于英国多塞特军多切斯特 一名45岁的老师拍摄到了银盘UFO 他说到我对着山口拍摄 后来我检阅数码照片 我看到一个带有金色翅膀的圆形物体 它看起来有点像鲸鱼 而类似物体居然在2005年11月25日 加拿大温哥华岛的一艘轮路上拍到 他们都拥有机身前上方的 椭圆形进气口和一对翅膀 疑似相同飞行器 根据已经观察的事实发现 Fast Walker可以寻地表 网格巡逻 可以90度直角拐弯 本次视频发现拍摄者后猛烈拉升 这些Fast Walker具有人工制品的形态 超快速度 智能飞行模式 是UFO存在的客观证据 无法用自然现象视觉误差来解释 如果不是人类秘密拥有 那就是地外文明的 相信随着时间积累和数据的收集 这种飞行器真相会更多浮出水面 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 欢迎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